矗立在台东铁花村市集前的圣诞树 有两层楼高 是由北南族工艺家陈建宏 阿美族染布师王胜淑共同打造 运用枯木作为主体 传达原住民族对于这片土地的情感 外层衬托的七条染布 则象征台东七大原民族群 还蛮符合节气的 之后也刚好沿着跨年 所以就代表着台湾度过疫情的开始 有着新希望的意思 台东铁花村在元旦廉价 点亮温暖黄色灯海的维士集 有浪漫的萨克斯风音乐会 热气球灯海 还有充满原民风的文创皮雕作品 趣味十足的街头艺人表演 很棒啊 小而巧 对 那各种都有 都很有特色 他有特别去规划 有营造出一个比较温馨的氛围 不同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 回来做的创作 所以这是台东的星空 给我的灵感化出来的感觉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广 原民表演艺术及文创产业 透过维士集 展授原民文创产品 手工艺及美食 希望让原住民的多元文化 让更多人看见 新唐人亚台电视 资料立芬台湾台东采访报导 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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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